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个老婆婆 老人有四个孩子 三男一女 三个儿子在父亲死后 都跑到外面打工了 常年都不回家看自己的母亲 只有小女儿一直照顾着母亲 母亲得了重病眼看自己不行了 就把三个儿子全都叫了回来 她看着自己的儿女们告诉他们 自己马上就要走了 女儿哭得像个泪人 反观三个儿子却十分的冷漠 老人说 在死前要把家产分给自己的儿女 问问儿女们想要什么 三个儿子立马开始七嘴八舌的抢着要东西 家里的牛盐和值钱的东西都被三个儿子带走了 而老家的几间破屋子 他们都不愿意要 他们觉得 他们都不会回这个村子了 要这几间破破烂烂烂的房子有什么用呢 小女儿什么都不愿意要 他只要陪着自己的母亲走完最后的时间 那几间破房就留给了女儿 后来母亲去世了 女儿独自为母亲绕领了后世 儿子们分完了家产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社会在飞速的发展 首当其冲的就发展交通 港头村就在一条高速施工的规划当中 而母亲留给女儿的几间破房子 就被规划在高速公路的中央 后来 女儿因为这几间破房分到一百多烂元 儿子们知道 这个消息肠子都毁清了 然后 他们一直来和自己妹妹索要这笔钱 小女儿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大家觉得女儿该分钱给他的三个哥哥吗 百全归原创者所有 如有亲权请及时联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老亲们 替资展 老天 Mog 优优独 repl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